好 现在乌尔战争进入到131天了 最重大的消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乌冬的卢干斯克州已经全面沦陷 现在乌军被迫撤离最后防守据点利息长斯克 国际组记者俊宗有掌握到最新的消息 把时间交给你 这是根据乌克兰陆军参谋总部在推特社群媒体所发布的消息 他们是说面对俄军在军队还有武器上面的优势 为了保护乌克兰军人的卸命 所以不得不撤出利息昌斯克 那么包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在周日晚间最新的谈话中他也提到了 他也承认乌军被迫撤离利息昌斯克 不过他强调了会运用战术还有新武器的到来 来把利息昌斯克给夺回 那么我们知道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进入第131天了 这一起事件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来说 可以说是重大的里程碑 尤其我们知道利息昌斯克是乌克兰军队在卢干斯克州的最后据点 这恐怕也代表着卢干斯克州可能已经落入了俄军的手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境内的一座城市贝尔哥罗德 这座城市距离乌俄边界以北大约40公里而已 在当地时间3号的时候贝尔哥罗德也传出了多起爆炸 那么当然里面的破坏也相当的严重 像是有11栋的公寓大楼还有39栋的民宅都毁损了 那么当地的官员还有俄罗斯的议员就指控这是乌克兰军队炮击的结果 不过对于这项说法目前乌克兰方面都没有做出回应 舒瑞 还要继续请教郡宗 俄罗斯遭到制裁之后 普清现在是满血复活了吗 因为美国媒体报道 俄国境内正在大撒币加强人民对他攻打乌克兰的支持度 可是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再交给郡宗 好的呢 这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就是现在俄国政府将这个贩售石油还有天然气的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将他们分散在所谓的各个经济层面 这么做就是要来帮助民众减轻他们的负担 因为受到了西方的制裁 那么其实呢现在俄国的经济可以说是受到通膨还有短缺 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那么像是现在还有俄国官员估计了 俄国他们今年的经济可能会萎缩百分之十 尽管他们的通膨数字呢 已经从先前的百分之十七点八下滑到百分之十六点七了 不过呢总统普钦他还是说这个是非常大的数字非常高的通膨 那么当然他也做了一连串的这个经济政策要来缓解人民的负担 像是呢这个一名三十二岁的妇女他如果孕有三名子女 他的最大的长子呢从先前每个月的津贴大约是一千一百的卢布提高到一点四万的卢布 可以说是超过了十倍另外呢他的两名子女也都有额外的津贴 而且呢不只是有这个小孩的家庭 另外像是孕妇啦还有退休人士还有这个政府的雇员 他们每个月所拿到的钱也都增加了 也因此呢可以说是普钦为了缓解人民的经济负担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拉拢他们的民心 因为呢其实现在国内越来越多 其实是呢先前翻转了所谓反战的浪潮 有很多人都认为说这起战争不是在侵略乌克兰 而是呢为了保卫国家所做出的军事行动 书瑞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